基隆市役会议长童子伟 青春美丽的小编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 钟爱蓬厨烘焙方出品的时尚甜品可力路 原因无它好吃又好拍而已 而一般人走进去已经开业25年的蓬厨里面 则是冲着各式好吃又有名的面包 或是糕点类要买回家 不过议长童子伟和小编以及别人都不太一样 东看看西找找欣赏各类刚出炉 又受欢迎的招派面包却不会想要买下来 不是店家的面包不好吃让得虚名 而是他个人极少吃面包类 只钟情蓬厨制作的蛋塔 每次来必买必吃 从此也不吃其他连锁店做的蛋塔 蛋塔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 蛋塔其实它是甜而不腻 你下去那个奶香的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吃下去会有一种奶香示意 真的味道是真的跟一般的真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欢迎大家 它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材料 那我相信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说真的 绝对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跟感受 吃过很多很多 它那个乌金酥其实我也吃过 只要他们有推荐我都会特别吃 然后说真的为什么人家可以屹立不咬25年 然后在基隆甚至现在已经达到我们 这个北台湾的这个知名度 一定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想发挥用基隆在地的一些素材 在地的一些特色 然后让基隆走出去走出基隆 我觉得Jimmy哥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说真的 我平常不吃面包类的东西 真的很少 但是我只要吃了都觉得非常好吃 这真的是绝对是真的 其实蓬厨的蛋塔一个卖80元 却依然卖的火红 更是童子伟的最爱 原因无他真材实料 加上精致的手工 和准确又繁复的制作过程 我们家的蛋塔其实它要花三天的时间去做 那一般的可能就是拿皮 就是现成的皮 然后只要把中间那个牛奶灌上去就好了 那我们家的蛋塔是用日本的面粉 跟法国的面粉去做调配 所以它必须要三天前把面团先打起来 冰在冰箱里面让它睡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再压平 压平之后再把那个模子先压出来 压出来之后第三天 放在冰箱里面松弃之后才要爸爸 用北海道的牛奶 然后用法国的雪飞奶油 然后去调制而成 所以一定要花三天时间让它睡得够久 然后它放在你嘴巴里面 它才会香酥脆跟浓的牛奶味道 所以它的功其实很废功 然后它不就是时间 换口感 那一般的就是可能拿满现成的皮 然后捏一捏就放上去 这样子 至于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可丽露 彭厨老板则说 25年前刚开业时就已经在卖可丽露了 没想到流行趋势又返回 如今又成为时尚甜品的宠儿 记者吴俊松 记录报导